跟各位补充一下就是它中文字的部分 你如果有打一个字进来 你用英文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中文的话你看 我把字体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有的是绿色勾勾 有的是问号 假设你今天这个字型第一次用 那它就会是 还没有用过的话 它就是这个问号 那有用过就是绿色的 那跟各位提醒一下 请不要用细名或者是标凯 因为这两个 你用了之后会怎么样 字会缺角 那是字体的问题 字体本身问题 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在哪里 各位平常用这两个字型去做 Office里面不是叫文字艺术师吗 你如果用了 你会发现它笔画交叉的地方会怎么样 变中空 所以会比较不OK 那你用其他就可以 那第一次做的时候 你看假设微软正黑 它会出现这个 要loading 就第一次 只有第一次会有这个问题 这样了解了 那顺便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现在字体也是有版权的嘛 所以如果你电脑里面 没有其他字型的 或者你有的那个字型 不是合法的 因为字型这两年网路上比较红一点 就是YouTuber有用一些华康的或是一些那个字型就被告啊 因为他没有版权嘛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有跟各位介绍一下免费字型何处群有没有 因为这段时间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字型的部分 那你有兴趣了解一下授权方案 你假设想要用这个付费的当然可以 但是都是按月的按月缴交的 所以如果你真正要使用免费的大致上只有王翰宗这里 他有比较多的字型 比较多的字型你就可以字型下载一下 这样OK吗 那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到我的部落格 顶过去 因为现在写的文章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在这边会有系列文章 系列文章 那首先各位看到的就是这个 免费字型 因为这个真的 我想你大部分应该不会想要付费 对不对 路边捡的又不能用 所以就只好自己找可以用的 好不好 OK 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